大批乘客背著行李 急到櫃台前詢問 DJ人員則是忙著 協助民眾辦理前轉 你們負責就把他引導到機場 我們要送到機場 對 那機場櫃台會做處理 小三通重要樞紐金門 受到空難影響 8號附近航空 七個往返台北金門航班 就取消了四班 得靠其他各家航空公司 共同分擔多出的乘客數量 有民眾到了機場 才知道自己鋪了空 副航只能協助安排 搭乘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機 沒有收到信息 他講已經取消了 所以他說幫我換榜 對對對 鞋台 還有別的力輪什麼的 鏡頭轉到嵩山機場 旅客提著大包 小包準備搭機 但附近航空櫃台卻明顯冷清 形成極大對比 更有民眾特地前來換票 原本是要搭早 更早的 就要我換那個 換遠通的 還是會有一點擔心 附航追機外 讓民航局決定重新好好檢視 要求ATR機隊71位駕駛員 進行重新訓練 連帶國內航班大受影響 由於富航要陸續安排機師考試 8號要取消36班國內航班 9號則是取消30個航班 而台北飛花蓮的航線 由於是復興獨家經營 往返台北的10個航班 同時也是佔了富航 國內航線的最大宗 這回富航國內航線 大部分停擺 同時也意味著被花斷航 富航三天內取消了90個架次 連帶重創了 獨家航線花東航線斷航 像是今天早上7點9點11點的班 次就通通取消 好 在台北花蓮路線替代性較高 民航局緊急找來鐵路局 解決燃眉之急 他那個有定位的 他會轉請鐵路局那邊來協助 另外也幫他來議訂測票 民航局和富航寄出各種方案 試圖讓影響降到最低 但不管是要搭乘國內航班 飛往何處民眾出發前 還是得先確認航班資訊 才不會白跑一趟 記者台北金門綜合報導